Kindergarten! 纽约市居民联盟从本周一开始征集签名 要求重开特殊高中考试制度和天才班的报名 目前收到超过230名家长签名 这些签名已经提交给21位联邦、州以及市级名义代表 这么多五年级、八年级Kindergarten的他们的小孩 就是要申请GNT、要申请SHT、要申请初中、要申请高中 所以就是说,并且现在已经11月份了,没有办法再等了 纽约市教育局原定的特殊高中考试日期是11月7号、8号 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21号 原定普通高中申请截止日期是12月4号 而教育局在10月9号发出通知 特殊高中报考和高中申请的截止时间推迟 但至今仍未公布报考时间 有可能到时就说没时间考了 或者沙漏考了,因为这个疫症 制造理由你来没得考了 千财班那里是属于纽约市,是属于市长管软 法律上它有权利去取消它 他们就是觉得,你们亚裔都进去了那些学校 你们拿走了最好的资源 但我们家长其实是牺牲了很多 我觉得他们要是放弃取消SHC才是不公平的 来自联邦,纽约州纽约市的民意代表出其活动 表示与家长们同进退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韩瑞,纽约报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